大家好,我是沐洋千雪 对不起,说话太冲了啊 大家好,我是沐洋千雪 今天晚上给大家录一首龙井的说唱 感谢 然后一直想录这首歌来着 但是一直没有得有机会 我把这一首说唱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陪伴的是最长庆的告白 谢谢 首先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关爱 每分每一秒对我包容了心态 感谢他们对我无微不止的培养 让快乐与温馨陪伴我的成长 我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教导 感谢他们教我人是怎样去情好 感谢他们传授的知识与文化 让我能在社会中生根与发芽 我感谢我的粉丝他们对我的关注 感谢你们在我困苦时贴心的关注 感谢你们会永远站在我的身边 用有语气撑起着共同的明天 我感谢我的她 她对我付出的爱 感谢她对我的照顾每晚的饭菜 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力 我感谢每个夜晚给我疲惫和我的依靠 我感谢每个夜晚给我疲惫和我的依靠 我感谢每个清晨更加欣赏 我感谢每次失败给我平常苦口的良药 我感谢每次成功让我看到自己的微笑 要感谢那些欺骗让我增加了一些见识 要感谢那些虚伪也就证明了我的价值 要感谢那些伤害也就磨练了我的肚子 要感谢那些烦恼也就是一把相成的钥匙 要感谢那些拍我的朋友增强我的肚子 要感谢那些面试因为欺负了我的肚子 要感谢那些欲望让我认知患了痛苦 要感谢那些挫折让我明白做事需要太多 要感谢那些压力让我精力充沛有的忙碌 要感谢那些恐惧让我学会了面对威胁 要感谢那些胆小明白凡事都要深浅 一定要再三考虑再迈下一步出现 这是一首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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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一直陪伴 感谢你们一定支持包容跟理解 然后 大家能不沿线吗 感谢我出过的那间不大的平房 褪色的墙壁还有木质的方娘 老旧家具怀抱中不停的成长 现在已经拥有结实的必防 感谢我和发小曾经战斗过的球场 深袖的蓝筐以及残缺的难忘 水泥地上奔跑一起笑对着信仰 这份友谊他一直在我的身旁 感谢我曾带过的每一间教室 黑板和粉笔一周一次的值日 同样的状态学着不一样的知识 虽然已经离开回忆 从此开始 把这首歌录到这里 喜欢跟我们一起教帮天选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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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录就也讀不 spe快 刚开始